高雄市原住民族联合封年节日前盛大开幕 市长陈喜迈穿上了帽林卢凯族传统服饰盛装出席 他表示上岸之后投入原住民重大建设已经超过了10亿元 除了强调对原住民族的重视 也相信封年节未来也将会越来越精彩 高雄风潮开幕式表演是由帽林区万山的勇士舞率先登场 为期两天的高雄市原住民族联合封年季 在凤山运动员区盛大开幕 市长陈喜迈穿上卢凯族传统服饰 在高雄市原民会主委阿布斯的陪同下盛装出席 获得原民朋友的热烈欢迎 开幕式上市长除了用原住民化问候大家 也强调市府对原乡建设的重视 我们在纳马夏的纳赤兰吊桥 卡纳卡纳乌的记忆场 桃园区的龙桥建国桥紧急流龙 爱育馆的整修 文物馆的落水修缮 还有我们茂林的高一三二工程 布鲁布沙吊桥 以及各里的篮球场整建 还有我们的万山避难屋 以及原住民族故事馆的重新开馆 民有民赏多功能文化聚会所 新建工程 这样念那么多 我们的金额带总共 花了大概十亿元左右 市府这次动物园各局处筹出的经费 金额多达七百万元 也让联合风年节越办越盛大 市长除了颁发奖座 奖金给今年全运会独排选手之外 也在原民朋友的出勇之下 下场跟大家一起跳舞同欢 感受原住民的热情 高雄市拥有原住民十六族 市府借由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系列活动 凝聚部落族人文化认同 发扬原民新世代的力量 而市长也强调 只要原民朋友有需要 市府一定会努力协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